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貝加NFC第112集 我是貝加英 我是SumSum仔 有什麼新的新一星期 今天我們要快 我們可能15分鐘就完 我們大家都有急事要做 好不好 那你趕快說吧 Syniv一個快的review 我們剛剛說星期六的新手班1.0 非常圓滿順利的結束 圓滿 那些朋友很踴躍問問題 預計兩個小時完結 然後overrun一個小時去應付QA 然後問一些問題其實都很到辱 很切身的去提問 總之整個過程是非常愉快良好 還有一個特點 女生朋友上來聽東西的比率是差不多七成是女生 三成是男生 為什麼這麼多女性會去學這個 是不是上來見你啊 應該沒關係 然後1.0就完了 2.0就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如果想有2.0 或者想再開1.0網上班 你IGPM我吧 好 講完 今天講這個crypto東西 上集講完五窮六絕 今天其實都是講同一樣的東西 sell in May go away 都是差不多 只不過是一個中文一個英文 一個中文一個英文 因為鬼佬市場呢 他們玩股票 未股 他們都有這個 term 就是五月走路 然後六七月就回來 香港港股呢 就是五窮六絕 是不是交稅啊 五月 是不是報稅關於稅 四月未報 所以五月要閃 沒有特別去太理解背後的原因 邏輯 純粹是有這樣的文化 sell in May go away 那我們在五月第一日開始 已經輕倒了幾個% 比特幣 由29000去到28000 少少跌了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幅大圖 不是Excel 出圖 這個圖是講解什麼呢 我是由12月開始 每一個月份的一號 我都動了一條直線出來 那就是 你現在看到的圖 就是每一個月的區間 可以看到 那我現在還有一些藍色的箭咀 不斷堆向下 就是告訴大家 每一個月份 總有幾天 大概四至五天 都是會向下插的 只差在是插多少 就是跌的深度是跌多少 那在二月 二月整個月份 你會發現有兩下 藍色的箭咀插進去 就是多些入場的機會 三月都有兩個 一個深一點 一個淺一點 四月都有一波 是下跌插進去的 那現在問題來問 究竟五月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波 叫做下跌插得深一點 然後就可以入貨進場呢 那從最近這四個月的走勢表現來看 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回調位 或者一個下插位 可以讓你入場的 那我們如果 就是看到有這個情況出現 你當跌超過 十個百分之左右 那就要好好把插這個機會了 那不是要全入 純粹是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將這個情況 其實攤回去十二個月 其實每一個月份 都一定會有一個下插位 然後那個位置就可以好好把握 你做DCA也好 平均成本法入錢也好 或者做個短炒也好 基本上這些都是一個 幾簡單易體的情況來的 那麼Crypto還有什麼呢 5月一開始 一定要講這個FOMC Meeting 在今天是星期二 6月25 明晚星期三 凌晨2點 鮑威爾就會出來公佈的結果加多少息 現在加0.25%的機率是超過90多個百分比 很肯定是一定會加一萬加上去的 市場其實已經預期了 所以你說股市或者蜘蛛股市會不會發得很上落 我覺得不太會 有上落的一定會 但是你說很明顯走出一個新行程 我覺得一切已經在預期之內 已經沒有太突發的東西出來震驚到大家 原來這樣不會 玩投資、股票和蜘蛛股 其實都是在玩一個預期 如果出來的結果是符合預期 其實對市場的影響不會太利好或者利差 這個我們要留意 然後到星期五的時候就有個飛龍 就是酬金門櫃經常說飛龍報告出了 那飛龍就說失業人數 究竟是有多少人失業 那關於美國經濟的事 如果看蜘蛛股比特幣的走勢 或者是Mimicone 最近又打了一下 停了幾天又打了幾天 我自己 我會留意一個指標 指標就是 就是美元指數 DXY 美國經濟絕對在影響美元指數 而美元指數又在影響 美股同時間都在影響蜘蛛股 現在美元指數徘徊在近一年 大半年的低位 現在大概是102左右 那究竟是會不會跌穿100下去90多 還是可以上去105啊 107這些位 那就很影響蜘蛛股比特幣的走勢 現在沒有一個明顯的方向出來 是在等著走一個新方向 那如果加息的話 美國是後慢加息加0.25%的話 那美元指數相對應該會走高一點的 美元指數走高一點 那股市應該又會輕軟一點 蜘蛛股比特幣也會輕軟一點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會留意的一個指標 那還有最近鬼佬市還有些什麼呢 就是第一共和銀行收了皮 被JP Morgan收了 那又不算很大影響蜘蛛股比特幣 都是幾個百分比特幣上落 那所以我預計其實這個星期 都不會有太多特別狀況發生 只是一路期待 它會不會可以回到一個位 叫做2萬5這個位 如果短期看落 我當這兩三天 正常走勢應該會碰一下 這個2萬6千9 那如果碰到2萬6千9的話 看圖表分析 落2萬5的機率其實是挺容易的 那關鍵就是去不去到2萬6千9 那因什麼原因去到2萬6千9 可以跌到2萬5或者2萬3千9呢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頭肩頸的形態會完成了 然後就 頭肩頸形態就是一個體跌的訊號 這個位置就是我覺得5月份會出現一個 回調也好或者下插也好 那這個是一個情況 那如果去到2萬5能夠撐得住 站得穩的話 其實還是一個非常健康的回調 還是一個上升趨勢裡面的 那可以是一個入場的好機會來的 如果跌穿2萬5千9千 再留下的話 那可能形勢會有一點改變 會不會是一個更深的回調出現呢 那這個就是後話 可能到下個星期再講 那Crypto市大概是這裡 那NFT NFT 因為我最近都是炒幣多 都是玩賭狗幣 因為NFT真的很安靜 昨晚有一個重磅的消息 就是這個Blur 5月1日的更新 就是出這個借錢 可以抵押這個NFT 借E 也可以用一個比較少的E Buy Now Pay Later 其實簡單就是賣樓 大家都說是好像房貸一樣 給一個首期就可以夾到件貨 它有幾個原則 借錢就是完全P2P 因為P2P就是由借的決定借多少錢 利息多少 也可以決定還款期 它的還款期就是 它想借錢什麼時候還 就什麼時候還 你給他一個訊息 借錢就要24小時內 還是30小時 我忘記了 但是最少24小時 就要清掉 不然NFT就會被清算 就沒有了 這個也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感覺上 它完全是把Define那套放在NFT 自從它有Bit之後 Blur你走緊都很明顯是Define那套 只不過是把NFT就變成Define 我自己有一個大膽一點的估計 我會覺得其實Blur是想將來 因為現在它這個 是一個挺像一個大家都覺得像房貸 當然因為現在測試中 很多人是零利率借的 就是出一些零利率的 簡單來說就是你是不用錢去借錢去玩NFT 也有一群人就會覺得就是在炒泡沫上去 我自己就不認同 因為首先沒有炒的成份 因為NFT的市場現在沒有很多人玩 所以其實你沒有炒的成份 沒有Bubble 還沒去到Bubble 有什麼好炒呢 沒有人進來炒 炒什麼炒彎 所以我是不認同說會炒Bubble 我還沒看到Bubble 你說有Bubble當然會歡迎 我現在正在玩 你有Bubble 在Bubble前爆點走就可以了 但我看不到有Bubble 那隻Midlady算不算Bubble Midlady 他出生了很久 但是這一個星期兩星期才爆幾倍 有大鞋打渣你就沒辦法了 你有大鞋打渣我覺得就怎樣說 你說是不是Bubble 就簡單了 Peepee Kong是不是Bubble 我覺得是 Peepee Kong的成交量也超過了ARB 成交量是不是Bubble 現在跟你說 這件事有很多人玩 這個市場很大 他現在是過了DodgeCoin 過了這些 你狗狗幣也是什麼 但你不要管狗狗幣有Elon Musk 去跟他背書 暫台 那你信不信Elon Musk 射火箭也跟DodgeCoin有關的 他每個成交額都大過柴狗幣 大過狗狗幣 但他現在的市值是欠他五六倍的 那他應該會贏他 那些人就會這樣去想 甚至是昨天晚上的Binance 趙長鵬 在Twitter上開Space 也有人問他 你會不會List PP 也有人問 趙長鵬 答完之後 他也特別推出一個 那些人說其實List不關我的事 我們有團隊去List 我沒權去控制什麼相架 總之所有有這樣的量 總之符合這些條件就會上 但其實不是我決定的 有團隊我都不知道哪些List 大家首先要知道 幣安上的幣很多時候 他有個要求的 有個要求是什麼呢 條款很辣 他的要求就是他要開裝 哦這樣的 他最新的那種叫EDU EDU就是他開裝的 Pattern的幣 我看你在DC Group開聲說 入少少來玩 我特意用B&B轉 因為那幾天B&B炒水 然後今天你說 妖弊 你很明顯是看到他妖弊了嗎 哇真的夾上去 你真的夾上去 總之他那天夾到什麼 他那天夾到1.6 1.6 1.6 因為我本身認頭了一點點 我1.3的時候走了 我心想 你這傢伙不是夾2 然後我突然說過半過6 不是1.6 你真的夾2 因為我也知道 你第一次大研究下來 你一定要再入 你一定要回頭進去 因為這些他拿裝的東西 不會玩得轉的 很明顯是他拿裝的 一姐 何一姐都說是什麼的 龜物幣 是不是 哇開到聲了 何一是說沒有龜物幣 不是這件事 但是被人傳他是龜物幣 特意告訴你 特意說 OK 你不要管了 總之很明顯就是 我自己覺得擺明是有關係的 這隻東西怎麼不炒呢 還要那幾天BnB 又要挖什麼 挖書 肯定會炒上去 BnB 這時候要轉 大家 書玩兩天 劫一點點 書擺明是 陰你買 不要說陰你 擺明那幾天要炒上BnB 你要走的 那幾天我一轉到 妖弊 那妖弊就升了 真是妖弊 我告訴你 他隨時又上回 16、18就是上二 這裡分享的小觀察 只要幣安的Launchpad有任何新東西 BnB都可以不管市場是升還是跌 它有自己的走勢就是升 然後當Launchpad完成出生一隻新球 就走的 BnB可以直接插 也不管市場是升還是跌 他自己會走的 他自己會跌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是要重複做一件事的 你那幾時放你要走 因為其實他畫的那些 你不是大壺畫 其實沒什麼意思 你一講開這件事 可以講一個小新聞 宣哥 宣哥 轉一些TUSD進去幣安 假設丁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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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其實我轉成一億進去 就驚動了一個警告 然後他就在Twitter自己澄清 就說我轉TUSD是做市場應該要有的動作 並不是參與幣安的Launchpad 公佈完之後 隔了一會兒 趙長彭直接開Tweet 我們吊咬假設丁宣 就說我的團隊已經告訴孫哥 有任何TUSD進去這個Launchpad 我們會抵制他 為什麼關係呢 就是這個Launchpad 幣安接受兩隻幣去玩 就是B&B和TUSD 然後這個時候 然後假設丁宣 就進入一億的TUSD 那件事 那件事 假設丁也是搞 都是搞荒謀情緒的 他怎麼知道不會 然後趙長彭吊完之後 孫哥很快就回覆 Sorry 我的團隊真的 做完做市場的動作之後 進入了D進去Launchpad 不小心 那他堅持到多少呢 他堅持到二十多萬粒書 然後說已經全部歸還回去給弊安的團隊 那這件事最簡單的看法就是 他擺明想做狡惑事 誰知道被人見面 然後就被迫著致頭皮拍錯 他一向是做這些事 不是的 他一向都是這樣 他一向是演員 是的 他一向都是這樣 所以說一說 我最近就玩這些多 那件事真的是妖幣 但是妖幣有妖幣的玩法 就是等於Pippi Pippi是不是妖幣 Pippi保命 保命是妖幣 妖幣有妖幣的玩法 說回Blur 我會覺得他在玩什麼呢 我會覺得他將來是想玩實體化NFT 因為他現在是在玩一個 你當他類似防貸的做法 所以我幾十步之後想 我會覺得他將來是可以實體化的NFT 去做一些借貸 這樣的交易 所以大家可以嘗試參與 Blur這個做法 因為我不覺得存在於Bubble 因為他現在有的項目不多 我會覺得他是想試行的 他只接受三個項目 三個 完全沒有猴子系列 對 那怎麼可能沒有猴子系列 猴子系列是借貸市場最成熟的 因為本身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平台去做 其實他這個方案是可以把所有其他的平台 今天我看到有一個Bandau的大哥 就是拿三隻Yazuki回來 在Blur放貸 當然他可以拆分 拆分之餘如果在財政角度 他相對是用一個便宜的成本去做一個refinancing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很複雜的財經概念 簡單來說他就是用一個便宜的息子 又可以借多些錢 你在一個便宜的息子又借多些錢的情況 你當然是選一個便宜的息子借多些錢 但是Bandau就做不到 所以其實如果他只要做馬洛系列 他會揮低這些平台 有一個明顯分別就是 其他有還錢日期 這個Bandau的產品是沒有還款日期的 永續還款 因為要看借給你那時候追 其實隨時可以叫你 24小時之後他就可以追 你也說24小時之後他會追你 應該都很正路 所以我不覺得存在 就算你看到Azuki 現在我看到Azuki大概是五倍左右 借的錢和現在的地板價 五倍左右 其他平台可以怎樣揮 可能Para 我之前常說的Para Space 可能Para Space會加多些 稀有的可以借多些 這個Blur做不到 因為你知Blur擺明是不理會喜有的 他是將它Tokenize 都不理會擦裝的 他總之Tokenize 他一定不會走那邊 可能其他平台會不會在這個方向 去撐贏Blur呢 可能是 但Blur這樣玩法 其實我會覺得 首先我不覺得會有死亡螺旋 暫時 因為不是很有一個情緒去做這件事 你說可不可以控制整個盤 可以的 不過這些大盤其實一個都未必控制到 就是你見強如這個麻吉大哥 提外話 麻吉大哥被人警告到 好像十多個小時前 轉回了500還是800E 去Blur的坡 又玩 不知道 轉回錢 但是警告到的 在鏈上警告了 強如麻吉大哥 其實你要控 他很明顯之前就是想控大猴子盤 但就控死了 控死自己 他是做農夫奸田奸人 自己被人奸了 在邏輯上 其實可以這樣控制 只要你掃地板上去 因為你借的Bit是根據地板價 你可以借多些錢 借完出來再掃上去 等你的Bit價追上去 然後一次過壓下來 就可以賺錢 兇手一百人 你現在還要用低一點的成本 因為你可以借 但是其實嚴格來說是困難的 因為你的市場上 雖然現在NFT是小人玩 但這些大籃籌 其實總會有兩三個大哥 在那裏 你只要死一鑊 你可以真的死 因為你見到麻吉大哥 嚴格來說 他猴子也是死了一鑊 他已經不夠這樣 這樣就行 他總共衰了五六千個二 一轉 因為你這麼大的盤 大盤就要大一點資金 你要控制就要大一點資金 你衰起來 你只要有另外一個我不跟你玩 我都訂了給你 他應該是猴子衰 然後Punk那裏也衰多了 其實都是那幾個人扔給他 都是那些 都是那些 那個賭勝應該出來了 他知道自己衰了 他很想贏 打算操作一下 誰知道 這個是一定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 我都是這樣想的 我經常說玩NFT的人 賭勝是很強的 等於你開合約 你贏了就開心 你會拿贏的再玩 哎呀 糟糕 輸了 你想追回來 這個是什麼內側 這個就是過三關的理念 不是過完一關 我當然會再想他 輸就回頭 其實這個是賭勝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暫時我看到 其實也有少少事情會留意 但細節會在DC Group 跟大家分享 關於誰 我就不免得在公眾平台 因為我怕說得不清楚 大家會嫌疑我 但是你可以了解一下 因為其實如果你沒有 嚴格來說 你現在是可以用一個 少很多的流水去維持大的項目 但其實昨晚推出的時候 你看到有得玩的CryptoPlan Azuki和Melody 都已經一瞬間掃了一鍋水 對 掃了一鍋水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都是在測試模式 因為昨晚還有很多零式的項目 因為大家都可能先試一下 感受一下 當然你看到0%當然會馬上借 我想問 猴子如果都可以接受 會不會地板可以上來 我覺得 其實一定會上去 總之可以接就一定會上去 其實猴子系列 就絕對是最適合做這件事 因為本身那些人已經習慣了這樣玩 對不對 但是大家要小心 小心就是 會有機會遇到有人控盤的項目 新版的也沒有 所以我還是保持一塊舊版的 因為武稅是很重要的 你見武稅的地板是硬正很多 只有那個武稅 所以猴子是最適合玩的 因為武稅最適合玩的 成本便宜很多 我正在期待他 因為我覺得如果他有的話 他最適合 變相他應該是炒高度最高的一轉 到時可能我就想想 要出貨 看看到時Vexo出什麼味道 我也想繼續開 猴子系列的東西 嚴格來說是應該繼續 無限生錢 無限生錢 還是的 只要他出遊戲辦的話 他現在又聘請了Fortnite 擺明是開玩遊戲辦 我也希望他能夠開玩 這集是這麼多 是這麼多 有什麼我們DC Group再說 拜拜